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 大革命 要把罪犯人壓在暈殺嗎? fanta 最後一個地點 它是蝶子向上 它是蝶子向上 Changi,ero... 欸,亟,合理 射擊 現在對方好像都比較硬欸 老師都射不死了 什麼時候才能換一把手槍啊 換一把強一點的手槍 地下嗎 你負責了死 神父 我殺了 居然是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根本沒有入口啊 對阿,這間房子沒有辦法向上走捏 還是我漏看了什麼 我居然都查過啦 我去啦 蛤 孩子其實還是在窩頂 這裡 對 那 對 Miyaz 是 用 使用 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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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終於開了 公民樂高爾 為了確認我們的對話 我發了這份信函給你 基於公民包多恩 最近歇斯底里的攻擊行為 長官們已經了解 是否該 將目前由公民包多恩所擔任的 財政執政官一職釋出 並則起早輪擔任此一職 而他們已經決定由包多恩的顧問 也就是你 但是他的職位 並領受 八百發棒的年薪 之安官公民 比肺福 他們都很喜歡加一個公民 我覺得他這樣子 這個 這個顧問呢 嫌疑就越來越大了 最多的 最多的 是 3 3 4 根據 親愛的顧問勒高爾 無論這些鬼魅是否真實存在或只是幻覺 都讓我感到十分恐懼 我發誓我看過辦公室裡的東西 以自己的意志動了起來 好像有鬼魂在我辦公室後面的牆 不再騷擾我一樣 我覺得我的理智逐漸在消失 很需要你給我堅定的建議 你覺得我該怎麼辦 應該還有一個才對 居然沒了 好 這裡就有三個了 那我覺得 兇手就是 顧問 因為他有利可圖嘛 他又有可能知道說 有多少錢 藏起來 所以我現在覺得雙少是過分 Oh my God M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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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 添亂居然還有個調查區域 等一下 這是...畫的後面 喔? 密室的操縱桿 也是要木製操縱桿很明顯是用來操縱各種機械裝置的 是... 密室樂器更適合要的古少子與搖零 鬼魅的真相 哈哈紅色服裝 罐子和刷子 紅色服裝的資料怎麼沒有進來 我已經知道密室是有人 有人判了 這個人我就懷疑是... 我們的顧問 這要是你 耶...猜到 因為...被我發現啦 居然給我精緻的手槍 作詞 欸其實我買了起最好的手槍來的 就買啦 然後再升級 YA全身身裝 我看看按鍵摘藥 公民包杜恩受到顧問勒高爾的刺激而自殺 勒高爾想要取代包杜恩的威脂 且他碰巧是紅色惡鬼的後代 所以利用其祖先的詭異 詭畸與機關來達成他的目的 馮哥旅客有殺害包杜恩的動機 但他喝的太醉以致無法採取行動 包杜恩的債主 事實上與包杜恩合作進行一項 詐騙計劃 實際上沒什麼內容 不吵了我的手槍 你還沒什麼 你還沒什麼 這神在擊一下 這神在擊破了 這神在李五 擊破了 好強喔 还有一发 超多子弹 这样一来钱都回来说也没什么用了 还是可以买另外一把长枪啦 然后还有换成强壮的装备的型 会更加暴力 不急了吗好棒啊 我先重开一下游戏 阿丽丝我来了 竟然看他们在那边放闪 就很想来见你 你肯定杨玛会在那里吗 是的,我肯定 那我们等待着什么 那我们分开了 那我们分开了 我们会把那边盖上多了 那边盖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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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盖上多了 哇,这个人 人数 下水当然应该是个机会吧 不然直接混入人群也不是不行 居然这样就要刺杀杰曼了 杀死狙击手推2 杀死狙击手推2 再找近一点 然後再找近一点 居然这样 akes召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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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断 然后我引发一個人转移 好可惡 好可惡 放鬆了 不行 他們要不怕 你們雙方要用彈 他要去哪 他要去哪 還要再打一個狙擊手 他上面有嗎 有 馬上 要打一個狙擊手 爬 不爭 不爭 甚至少ATE 也有一包子 招惑 菲中 你也要把自己的手殺掉了 大姐們 哇 埋伏 大姐們的死亡 只是第一步 這就是最終的 我死亡 我死亡 各位 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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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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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亡 迷队 我死亡 我死亡 可惡 艾莉絲 艾莉絲 先看敵人 剛剛才說 敵人都不好殺光了 敵人臨 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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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how you can do it 還有隊員嗎 有 阿里斯 阿里斯 有人幫忙打 追追追 等一下 他是一次裝進7發子彈了 所以子彈 子彈樹還是 我以為子彈會變很多 看來沒有這麼好的事 你為什麼要這樣 阿里斯 剛剛那個情況你也看到了 路易十六的審判 路易卡佩及路易十六的審判於1792年12月11日開始 他將面對11項指控 其中包括 1.迴避與 3級會議和自由相關議題的會議 2.下令囤積古物 湯及咖啡 3.與里奧波德二世 與普魯士王 企圖恢復法國軍主體制 而訂定了協議 4.暫停了與反抗教士相關的法令 即便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已定 而且已經沒有轉環的餘地 路易能針對每一項指控回擊 並讓自己的立場更有力量 不輕易屈服 在11月15日 國民公會 宣布路易卡佩 反對公眾自由的叛國罪 6.9.1 議員投票同意這項裁決 完全沒有人 投票反對 判決 不是說一半嗎 一半投票死 一半投票不死 判決將在接下來的兩天進行 主要的課題在於 辯論要監禁、流放、路易 或直接判處死刑 喔 所以有罪大家都同意 但是要怎麼判還沒有同意 如果決定判處死刑 那要立刻執行 或是先終止他的權利 等到更好的政治時機再行刑 最後 361人投票認為要立刻行刑 而這個數字也超過了投票人數的半數 感覺就像計劃好的一樣 應該還有一個 剛剛被跳掉了 處死路易十六 1793年的1月21日 巴黎的天氣很冷 1792年到1793年的冬天 死而厭返 也為法國首都蒙上一息 在受刑的早晨 被囚禁於神殿中的路易 求神救贖他的靈魂 並做好與造物主見面的準備 在盾頭台邊 他的雙手被綁住 一步踏上階梯 斷斷斷在底座時 他站直了身子 一如接受審判時的神情 並向群眾說道 所有指控我的罪名 我致死都是無辜的 但我原諒那些獻我於死之人 也向上帝祈求你們的鮮血 永不會留在法國的大地上 隨即在一道命令之下 鼓聲喧天 蓋過他說話的聲音 路易被推到斷頭台的行星架上 他所發出的任何聲音 旁人再也聽不見了 此時為上午的10點24分 幾秒鐘之內 路易的頭已經放在頭架上 筷子手隨即拉動機關 鋒利的刀刃落下 並斬斷了他的頭 落入柳條編成的籃子中 筷子手抓著路易的頭髮 並舉起他的頭如是眾 只聽到國家萬歲和共和萬歲 群眾並隨即唱其 象徵共和象徵革命的歌曲 目標終會實現 國王的頭被砍掉之後 應該很難出現極度興奮 或有信心的情緒才對 目標終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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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法國群眾應該是 高興的太早了 這個... 註點沒有很懂 其實他們那時候有這麼精準的時鐘 可以精準到分 我愛你 我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